OK,那么表类有了,现在表也有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我们的ORM框架的时候 我们说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类和对象 对我们的数据表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就不需要再写色诡句了 好,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 怎么通过模型类去操作这个数据表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通过模型类操作数据表 我们现在就通过我们将过项目的终端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你要知道我们在终端里面 写的所有内容 在我们这些程序里面都可以写 OK,那么这个我们首先进入我们项目的终端 你需要执行一个命令 叫Passive Manager Shell 然后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现在我再打开终端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 好,这个首先我们要进入虚拟环境 Worker 然后是BJ18POS3 然后我要进入项目的Shell 我还是通过这个文件 直接就是Passive Manager POS 写上一个Shell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项目的终端 那么你要在它里面操作 我们要通过这个类去操作 它对应的表 我们需要把这个类导过来 这个类怎么导到呢 就是From我们的Book Test 这个应用下面的Models 它的点 这个Models文件里面 你要导入这个类 这个类叫做Book Info 对吧 Book Info OK,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个表里面 对吧 我们刚刚这个表里面 你点开之后 你会发现现在 你双击它 它下面给你列出来 它里面的这个IDB 是不是什么内容都没有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往它里面去加入一条数据 怎么加入 通过类往里面去加入一条数据 那么首先 你需要先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创建一个这类的对象 那我就Book Info 然后我创建一个Book Info类的对象 好 那么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下面我就要给这个对象 增加它的实力属性 给它增加它的属力属性 我们这里面要特意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实力属性跟类属性 它俩是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对吧 它俩不是一个 现在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对象 增加它的实力属性 好 这个实力属性叫什么名字呢 它呢 需要跟你这个模型类的类属性 一样啊 我们这个类属性叫BeTitle 对吧 那我就增加它的实力属性 也叫做BeTitle 好 比如这个对象呢 我给它增加一个BeTitle 我可以呢 给它起个名字 图书 我给它起个名字 对吧 比如说我叫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这个 天龙巴布 写一个天龙巴布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给我这个B对象 增加了一个BeTitle 保存的内容呢 是天龙巴布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这个模型类呢 还有一个属性叫BePubData 对吧 它代表是一个出版日期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呢 给它增加一个B点BPubData 然后呢 给它指定一个日期 这里面呢 我们指定日期的时候 我们导过来一个日期函数啊 From这个Data Time Import我们的Data Time对吧 Import呢 Data 我们可以直接导入这个Data吧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B点BPubData BPubData 它呢 等于一个日期 这个Data呢 等于比如说 我就随便写一个1990年 1月1号 好 回唱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给这个对象呢 是不是增加了两个实力属性 对吧 两个实力属性啊 它里面保存的内容 一个呢 是天龙巴布 一个呢 是1990年 1月1号 现在啊 我要把这个东西 把它加入进数据库 把这个对象里面 它实力属性里面 保存的数据呢 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表里面啊 怎么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调用一个方法 哎 这个对象呢 它现在有一个 有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B点 Save啊 你直接电用这个Save方法 它就会将这个对象里面 保存的数据呢 插入进我们的数据表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在这边 你一回车 好 回车之后啊 然后呢 现在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去看一下 点开它 哎 是不是过来一条内容 看到没有 哎 是不是天文巴布 一句点点月1号 对吧 哎 这时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你 往一个类对应的表里面 去加入一条数据 首先呢 你需要创建一个类的对象 然后呢 给这个类的对象呢 增加它的实力属性 哎 实力属性里面 这个名字呢 跟你模型类的类属性的名字呢 是一样的啊 你给它复完之之后 你调用这个对象的save方法 它就会将你实力属性保存的数据呢 给它添加到对应的表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个save方法 它是从哪来呢 你首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 哎 这里面写没写其他内容 是不是直接定义两个类属性 对吧 这个方法呢 它是这个类啊 它从这个models里面呢 继承的啊 继承的 OK啊 这里是增加啊 这里是网里面加一条内容 好 加完内容之后呢 哎 现在啊 你比如说 我需要呢 去看一下这里面 它的一个数据 对吧 哎 它的一个数据啊 这里面有个ID等于1的这条 哎 数据啊 那我需要去查询一下 这个ID等于 查询一个表里面 ID等于1的数据 怎么查啊 这里面你要注意 需要这样查 直接是 类名 点 object啊 模型类名 点object 通过一个模型类里面的object 去查跟这个模型类 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啊 我如果要查它的 ID等于1的这条信息 我就直接 object里面有个方法 就到 get啊 get啊 get说 这个参数里面呢 你就写这个条件 我如果要查ID等于1的 我就写上一个ID等于1 好 最终呢 它会给我返回一个值 比如说我就返回一个值 叫做B2啊 那么现在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B2 它是什么类型啊 它是什么类型 直接写上一个B2 哎 看不看到它是什么类型 是吧 哎 book info啊 它这里面给你返回的 就是一个book info类的 对象啊 book info类的对象 好 这是什么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方法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啊 根据你传入的这个条件 去这个表里面呢 把这条数据呢 给它 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呢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 保存在这个 哎 B2这个对象里面啊 保存在这个对象的实力属性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对象呢 给你返回 好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现在你要想看它的 哎 标题 对吧 你就可以呢 B2点 B title 好 天伦巴布 对吧 B2点 出版日期 是不是Bpup data 对吧 哎 你要想看它 对呢 ID就B2点 ID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哎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查找啊 查找 哎 book info 点 object 点 get啊 里面跟上一个条件 好 那么查出来之后 现在呢 它的这个出版日期呢 是1990年1月1号 对吧 比如说我想更改 它的出版日期怎么做啊 更改它的出版日期呢 哎 你就需要呢 先把这个对象 它里面对应的属性呢 给它改掉啊 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 1990年10月10号 我就应该在这里面 直接B2点 Bpup data啊 然后呢 给它改掉 重新复一个值 叫做data 1990年10月10号 对吧 然后呢 改完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面 你直接一回车 这边 你注意这边改了啊 现在改完之后 这个数据 库里面呢 它还没变啊 它还没变 哎 它还没变 你要让它怎么变呢 你还是直接对象点 save啊 好 回车 那么你再save之后呢 现在你再去看这里面 哎 你一点开 哎 是不是变了 对吧 哎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更新啊 那你注意 这里面有个区别啊 你刚开始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第一次调用这个save的时候 它是不是插入 对吧 哎 当你从表里面 当你 哎 如果呢 哎 你在后面呢 当你这个对象啊 它已经对应着表里面的某一条数据的时候 你在掉save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 更新啊 它是更新 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如说啊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b2对应的表里面的这一行数据呢 给它删掉啊 怎么删 哎 这个时候呢 你就直接这个对象呢 它就有一个方法叫做delete啊 delete 好 你在这边你直接一回车 哎 一定要delete一回车 下面呢 你再去这个表里面 你就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没内容了 对吧 OK啊 那么这边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哎 通过模型类和对象操作数据表 它基本的一个增山改台的操作啊 增加就是先定一个对象 哎 给它增加这个实力属性 然后呢 但用save 它就会将你对象里面的数据呢 保存进这个数据表 那么你要获取一下 获取一个表对应的数据呢 你就要通过这个类名点这个object 然后呢 定用这个get方法 后面呢 传一个条件 哎 它在查到这条数据之后呢 它就会把数据呢 保存在一个对象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对象呢 给你返回 好 你如果要 这个对象呢 它已经对应着表里面的一条数据了 我如果想更新表的内容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对象的属性呢 先给它变掉 变掉之后 第二用这个对象点save呢 实现一个更新 那你要删除一个对象 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呢 你就直接点delete 进行一个删除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你通过模型类和对象操作数据表 基本的一个操作啊 在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啊 对象